自由,自由,多么美好,令众人向往 自由的呼唤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回荡 为何自由对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如此重要 为何追求独立,脱离羁绊 自由到底意昧着什么 自由是个复杂的概念 它超越国界 没有开端,没有终点 有了自由,就有了自我实现 鲜明纪念堂是追求自由的开端 也是自由旅程的终点 理想和勇气,坚持和希望都在这里交织体现 鲜明纪念堂讲述的是南非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故事 1834年,那些鲜明毅然决定离开当时英国统治下的开普殖民地 为他们的未来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他们想摆脱英国殖民政府 因为这个政府不保护他们,也不允许他们自保 他们将想法付诸行动 几乎抛下了所有的家业 踏上漫漫征途 当然,迁徙也不是仓皇之举 之前他们已经对内地做过多次考察 大多数鲜明领袖以熟知路线 也知道在哪里落脚 他们有明确的理想 他们向英国殖民当局递交了书面宣言 说明了迁徙的原因 他们越过大河 在没有任何经济和政治势力的帮助下 进入一个新世界 他们在温德堡召开集体大会 选举匹德瑞提夫作为最高领袖 开启了非洲民主的先河 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维持法律和秩序 不过迁徙之旅并非一帆风顺 对这些追求土地 独立和自由的男女老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怀着坚定的基督新教信仰 他们跋涉在追梦之旅 所到之处也实践着宗教自由 从离开开普殖民地不到20年的时间里 他们建立了两个共和国 1852年建立南非共和国 1854年建立奥兰多自由共和国 两个共和国最终实现了所有的使命 在日常生活中授权于公民 他们还发展并建立起自己的语言 最终形成阿菲利康语 这是五种最新语言之一 是一种可以清晰表达所有诉求的语言 是一种高度有序的语言 在迁徙途中 他们勇敢顽强地克服了种种困难和挑战 为他们也为我们开创了未来 这是保尔克鲁格的雕像 12岁他就和父母一起跋山涉水 为了追求自由和他人并肩战斗 最终成为南非共和国的总统 在短短的一生中 迁徙先民建立起两个共和国 并实现了他们的理想目标和期望 而克鲁格就是这样一个典范 今天 先民纪念堂就是自由的具体象征 像那些开启自由旅程的先民 表达崇高敬意 也象征着大爱无疆的爱国主义 传递着动人的爱 南非我们为了您 先民纪念堂是自然保护区 占地340公顷 其间本土植物树木繁茂 野生动物自由徜徉 纪念堂位于非洲最大都市区的中心 但是在这里您感觉不到城市的喧嚣 有人喜欢运动 也有人只想在户外放松 欣赏音乐 或者学习传统的制作工艺 艺术装饰是先民纪念堂的建筑风格 64人的牛车镇 再现了写和之意的阵型 象征着对纪念堂的保护 誓约浮雕是为了纪念写和之意 先前先民的庄重誓言 而修建纪念堂正是为了纪念写和之意 纪念堂顶部的莫尔斯殿马是 南非我们为了您 进一步象征着我们对自由的追求 英雄纪念堂的27幅浮雕 描述了大迁徙图中的主要事件 四位雕刻家用5年时间完成石膏雕刻 这些石膏圆形又被运往意大利 工匠们又花费一年时间 雕制成大理石浮雕 斯坎斯考堡垒是英部战争时期 为保护首都比勒陀利亚建成的四大堡垒之一 目的是阻击英国军队的进攻 在英部战争时期 从这个堡垒没有打出一枪一弹 但现在每月的第一个周五 苏珊娜砍龙炮声会在一片平河中响起 2011年 鲜明纪念堂成为1994年以后 第一个国家级 阿非利康文化保护遗址的纪念堂 同年 南非总统祖马主持剪彩 开通了将鲜明纪念堂和自由公园连接起来的和解之路 今天鲜明纪念堂向所有人讲述了他的历史 并通过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和观念倡导和解的力量 纪念堂的设计师是哈瑞特·莫尔迪克 他要让这座建筑一历千年 因此当初便设计了这样的场景 每年12月16日 来自宫顶的阳光首先照射到誓约浮雕 然后移到写河之意浮雕 接着在正午12点的时候 阳光直射到空观纪念堂顶的文字上 南非 我们为了您 在誓约中 迁徙鲜明庄严宣誓 他们将向子孙后代讲述这个故事 一个关于信仰和追求自由的故事 这个故事展示了勇敢 献身 希望 和真正的爱国主义 鲜明纪念堂是高贵卓越的动人典范 这也是我们的故事 讲述了我们的昨天 今天 和明天 南非 我们为了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